伴隨著西曆8月8日 獅子座新月 我們亦正式踏入農曆的七月節 在這裡做一個小分享 分享一個佛教非常之殊聖的法門 就叫做報父母恩就 這是一個期間限定 因為根據記載 農曆七月去念報父母恩就 如果是在世的父母就會增幅添手 即使是往生 甚至是過去七世的父母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過去七世的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脫和超聲 我就是這樣去念 Namomilito dopoisoha Namomilito dopoisoha 詳情你們去YouTube找 找一些高僧大德 一些正式的法師的開示 就會有更加詳細的資料 因為正所謂豬肉在前 我都無謂跟他們搶他們的credit 因為我都是跟他們去學 正如我YouTube這裡的底圖 如果喜歡聽廣東話的朋友 就有法性講堂的法人法師 亦都是我這次佛誕去歸醫的地方 或者在台灣也有個海濤法師 他的開示都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那些要念多少次 或者是否真的農曆七月才能念 其他時候也行不行 麻煩你們去拯救其他高人 祝大家接下來是平安吉祥 以及你們的父母 亦都可以得到一份祝福 上升或者太陽寸女座的朋友 來到農曆七月自身整體 雲世會如何呢 好 想我先說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壞消息 壞消息 好 那我先說壞消息 記不記得七月一號星期四晚 我不是上了賣寶公房怪壇的直播節目 那當晚我就說 牧星疫痕其實 接下來對十二星座有什麼影響 然後呢 其實現在這個農曆七月 已經是踏入了 我那時候說的牧星疫痕的第二個階段 OK 記不記得我跟串女座說什麼 那我就說 當你們在做一些好人好事的時候 就會容易遷就不到時間 但是呢 更加會因為你們做事太認真 因為你們出名是完美主義 親力親為 那有時呢 一不做而不休 有些事情如果遷不住你們的風格 那你就索性什麼都不做了 OK 記不記得我當晚有這樣說過 在這裏再看一次 什麼叫好人好事呢 這個是一個統稱 但是但凡你去做一些慈善的行為 幫人 OK 或者我當你對一些 宇宙人生智慧 帶到你 有一些很強勁的追求 忽然之間 OK 或者你忽然之間有一個很強的道德 道德感要去世世為壞 或者甚至你去信一些宗教 那當然我們知道很多人信宗教都未必是好人 但是這些東西總之統稱 OK 叫做好人好事 那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隨著你會有很多阻塞 尤其是現在已經達到第二個階段 OK 或者呢 會受敵 OK 受到一些人的反對 或者呢 也有可能就是 你們接下來是拍拖 或者總之戀愛大過天 所以會把那些做好人好事的事情 暫時放在那邊 那當晚我是這樣說 好 那呢 這個農曆策略呢 就真的完全體驗不到這回事了 因為當你要去做一些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奉獻自己 Serve 別人的時候呢 那真的會遭遇到很多的敵人 我當你參加了一些義工團體 但是裡面呢 有人是睹眼睹鼻的 OK 又或者呢 是受到你一些伴侶的反對 OK 那就是可能你的伴侶說 就是會投訴你 啊 整天這麼多時候去幫人去 陪那些 弱勢社群腦的傷殘 又不見你陪我 OK 那 其實我一向都 都欣賞串女座 在哪個方法 就是 你們都有時是幾肯去做事去幫人的 OK 但是呢 這個是你們的本性 但是來到農曆七月呢 無論是因為這次的獅子座新月 還是因為可能真的木星逆行的影響呢 那你們就忽然之間覺得 其實 唉有時不如我陪我的伴侶更好 OK 那就呼應了我七一 當晚在怪壇講的那個主題 就是說 嗯 就是受到反對 OK 在這個情況下是受到你的伴侶反對 又或者是戀愛大過天 那同時也是 對啦 因為你是為了 就是你是為了 你的戀愛 伴侶嘛 然後因為這些事呢 都會令你 各自了 去幫人的這種行為 OK 那 對啦 接下來的體驗會非常之深 啊 講到怪壇那裏 那裏 其實我已經收過很多的查詢 無論是在公在私 那我不妨在這裏做一個小小的宣告 不過算了 這個又不是算什麼宣告的 如果宣告我應該跟全世界講 但是我現在是跟十二分之一的人說你什麼 但是算了 我既然都說了 那很多人都問過我 咦 你那晚那個節目呢 是Youtube見不到的 為什麼 OK 其實這件事 Sandy跟我說過的 總之 在Youtube見不到我 當晚那個節目 不能重溫 這件事呢 其實呢 跟我本人 塔子亂岩無關 是啦 即是他們不是針對我 也都不是針對那個節目內容 即是何況那個節目內容 即是當晚那個 叫大家做好的人 是非常之不敏感的 對不對 所以呢 大家就不需要為我擔心 為我抱不平那些東西的 但是總之 Sandy跟我說過為什麼 那我就不方便在這裡透露了 但是呢 我是非常之理解及尊重 埋步工房的決定 不過給一個溫馨提示 如果你們想重溫當晚的內容呢 其實是可以去埋步工房那個 Facebook Page 聽說那裡其實還有留底的 那你們可以再聽多一次 究竟木翼對十二星座有什麼影響 例如你們處女座 OK 那但是 這個系統呢 在今個農曆七月 伴隨著獅子座的新月呢 我是再一次會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 它同時是認了兩方面的能量 所以 就應該真的會非常之出 OK 那就是說 我今晚 不是今晚 總之 現在 因為其實我現在 錄製這個片段的時候 是晚上來的 但是總之 我今次帶給你們 農曆七月的第一個訊息 就是 那 是啦 在做好人 還有 有時候就是為了一己私利 或者是 如果有一些很親密的人 在反對這個時候之下 那究竟你是 遵從你人性的意願 還是你神性的那個目的呢 那這個是 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的一個角力來的 也都我相信其實 經歷過這個角力 會是 即是無論你選擇哪一邊 但是都會是 靈性的一種提升來的 心效 OK 也都就是說 今晚第一個 所謂的壞消息 用四個字 概括就是 好人難做 然後 第二個訊息想帶給你的 就是說 你們這個農曆七月的 健康都 有點差 OK 會有時候有點小病 還有都經常見累 OK 那就注意休息 OK 那這個是一個很快的訊息 然後現在說第三個 第三第四個都算是好消息來的 那就是 即是 你把最好吃的 即是 那句叫什麼 中文又沒有的 有啊有啊 壓軸登場 那就是 最後兩個 所謂好消息 第一個就是 讚一下你們 OK 這個是你們的好消息 但是對旁人就是一個壞消息 就是什麼呢 如果有人 有人 接下來找你們去玩 是啦 那你們就會是工作 為重的 OK 就會容易潑倒人 冷水 是啦 那這個 嗯 我會勸你 我會勸你 是 strike 一個好一點的 平衡 OK 但是其實對你們自己來說 嗯 即是你拒絕了玩樂的機會 但是你 專心去工作 或者如果是 讀書的人 專心去學業 或者所謂做一些正經事 專心做正經事 那他帶給你那個滿足感是可以很大 還有原來呢 嗯 當你真是 嗯 肯下這個苦工 OK 尤其是 在玩樂的誘惑之下 你都是拒絕的話呢 那呢 你那個成果就真是不錯的 OK 那所以 這件事對你們當然好 但是 對要找你們去玩的人來說 就 未必是一件好事 OK 那 是 但是 我想說真的 下苦工的話呢 會有不錯的成就 啊 不妨說 那一個成就 如果最快的話 是什麼時候可以見到呢 是八月尾啊 OK 那就是 因為 這個農曆七月 由八月八號開始嘛 那就是 你當八月尾就是等多 等多二十幾日左右 OK 如果你是可以 拒絕誘惑 而去專心做一些所謂正經事 最快 等二十幾日呢 就可以見到那樣東西的成果 是不是很開心 好 接著 最後一個訊息 就是說 除了拒絕誘惑之外 如果 這個農曆七月 有什麼新學到的技能 或者新學到的消息 你不要去等了 你助言起行 你馬上將它 將它 將它 中文又是叫什麼 學以自用 學以自用 立即將它 嘗試做出來 OK 不理好醜 還有 不要完美主義 麻煩 立即嘗試做出來 那個結果 都是會不錯的 OK 而 跟剛剛第三個訊息一樣 最快 可以在八月尾 看到一些成果 什麼意思呢 我當 我當 啊 你突然之間 終於學了 怎樣去 投資 用一個新的APP 去買股票 你馬上試一下 OK 可能拿幾萬元玩一下 虧不虧 咦 但是真是一個 好幸運 無端端給你 賺回個得 OK 又或者我當 啊 你 學 學畫畫 OK 去學畫畫 或者去 學做沙畫 我們說 那就 挺好玩 試一下 一邊拍完這條片 OK 嘩 誰知那個成果不錯 然後你放一條片上網 嘩 嘩 真的那個 那個 Hit Rate可能很高 這些就是所謂見到的成就 最快在八月尾 會見到的 OK 以上就是全部給串類座的訊息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TV YouTube 都記得要 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找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聯林星運 都算是在學學界裡 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就是抽牌 就是占卜斯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而且就算有時候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占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換月 但是今天開始 那時候我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